現在俄羅斯這邊入俄的公投 現在是過關了 然後普丁其實你看 他跟這四個領導人有一些握手 然後拜登總統說 要誓言保衛北約國家 每一寸領土 北約國家意思就是 烏克蘭不是北約的國家 另外來看到 普丁就簽署了所謂的法例 承認這些獨立等等的 另外再來看到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 考慮在10月4號通過決議 要接收這些四個州 加入俄羅斯聯邦 那普丁在這個所謂的儀式當中 也有進行宣讀 說這是數百萬人的意願 他強調這是聯合國憲章 第一條所保障的權利 就是人民有自覺的權利 另外來看到 美國開始不斷的制裁 也提供烏克蘭經濟的援助 包括了這個美元 是給這個武器等等的 另外來看到在聯合國 也開始有一些攻防戰 美國就跟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進行了相關的表決說 要來進行譴責 俄羅斯 這個併昆 烏克蘭的決議 那現在有10國贊成 大陸跟加鵬跟印度跟巴西是棄權的 加鵬比較特別 因為他說希望有關方面能夠進行談判 結束這個所謂的戰鬥 所以投棄權票 但是當初他在進行3月多譴責案的時候 他可是贊成譴責俄羅斯 等於他跑票了 其實我有看到中國駐聯合國大使 他那個解釋說明 張軍 就是他認為這種譴責案無助於解決問題 那還是希望安理會能夠促談 促談才能解決問題 不然你激化這個狀態 譴責有什麼用 對 因為你現在就是天天都在譴責 對 所以我認為 你就是採取比較建設性的做法 我認為這個 美國從這個俄羅斯戰爭 從歐洲從全世界賺到的錢 恐怕超過上兆 給烏克蘭這臉錢算什麼 對不對 所以 我認為他給烏克蘭300億美元 我都不會意外 他現在聽說是每個月 要給他15億 因為他的經濟撐不住 那你剛剛看到的是軍援 我認為他一定一路給 因為這個戰爭打越久 那就可以壓抑歐洲 這非常明顯 那歐洲就還不自選 因為只要有打仗 北約就會淋駕歐盟 北約是美國控制的 那只要沒有戰爭 歐盟就會開始變成主導 所以美國當然不能讓歐盟來主導歐洲 他要用北約來主導歐洲 所以這個戰爭持續下去 對美國是最有利的 所以目前真的就是這樣 然後萬般證據指向 今天我看到了一個報導 說俄羅斯指控是英國幹的 那他會找英國或波蘭動手 這個是金燦榮講的 那他這個判斷是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有一定的緩衝這樣 那俄羅斯今天是做了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他直接說就是英國幹的 那因為那個地方是屬於 北約的情報區嘛 對啊 那美國的那個海鷹直升機油在上方 那美國的海鷹直升機油在上方 那美國的海鷹直升機油在上方 所以顯然有人做了情報掩護嘛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第二個是普丁今天直接宣布說 烏克蘭打下的那個利門 不屬於俄羅斯聯邦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表示 他已經在做鞏固陣地了 沒錯 就是說到這個四個州為止 其他的就算了 對 我覺得他這個選擇是對的啦 不然你永遠沒有邊界嘛 那他現在就接下來就是 你如果打這四個州那就要認真算了 沒錯 可是我坦白說 我們現在真的不知道 那個臨界點是什麼啦 因為你現在要叫澤倫斯基 不去打那四個州 他也沒有下台階啦 所以我認為零星的戰鬥一定有 可是到底什麼樣的叫做大規模攻擊 然後構成呢 他不得不用非常手段的程度 坦白說沒有人知道 這個只有普丁知道啦 那什麼情況叫做北約有介入 因為這裡有扯到一個法律 因為當年烏克蘭啊 在1994年要放棄核武器的時候 有簽一個布達佩斯協議 那個時候是把俄羅斯 烏克蘭跟哈薩克 都把核武器交給俄羅斯嘛 對 那俄羅斯同意說他永遠不會在 烏克蘭使用核武器 對不對 所以布林肯就用這個來提醒普京啊 說你不能在烏克蘭使用核武器啊 那普丁當然就會說那個是我的領土啊 那是俄國 對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爭議 就是說國際沒有承認那是你的領土 那烏克蘭認為那是他的領土嘛 那布達佩斯協議在1994年是定說 你不能夠在烏克蘭的領土使用核武器 那烏克蘭就會覺得你不能這樣做啊 所以這裡坦白說會怎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啦 不過比較可以確定的是 烏克蘭的經濟會非常壞 因為我跟你講 那個頓巴斯工業 佔了烏克蘭的三分之一 然後赫爾松是他最大的 這個可根地了 赫爾松 那各種古物大概都佔6到10%左右 然後他那個紫波羅斯 包括核電廠跟火力電廠 佔烏克蘭發電總量的25% 所以你想一想這個全部都割走了 那怎麼辦 那烏克蘭我看他的GDP 本來1600億左右嘛 恐怕會跌到1000億左右 跌三分之一啦 這很慘耶 所以烏克蘭一定會訴求說 他要沒收俄羅斯的資產 我認為這種事會發生啦 因為他被逼急了嘛 你看他一定到處投訴啦 說我領土備戰啊 你們要幫我啊 那德國昨天又宣布 他不會提供武器給外國人 因為他擔心北約介入嘛 對 對 所以德國第一時間 就做出這個判斷 防火牆了 對 那可是坦白講接下來 我認為軍事一下有大規模的衝突 在這四個州不容易啦 因為大家會互相警戒 可是經濟的部分很快 他就撐不住了 對 撐不住了 那就需要美國來幫忙啦 那亮哥剛才說 這未來這幾天 這個局勢還在變當中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確定 就是說 美國直接告訴你 你不能加入北約啦 來看到 這個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說 一週內要從俄羅斯手中 來收復頓巴斯 然後他還說呢 要申請北約 排除跟普丁的對話 另外呢 但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就說 烏克蘭申請 北約啊 不應該這個時候處理啦 我們給你錢吧 我們就給你一百二十三億美元 你就用這個去打吧 然後呢 北約這個地方 秘書長史多騰伯格也說 我們的立場不變 北約的大門是敞開的 但是就必談你可以加入啦 然後呢這件事情 他在講的時候呢 還被害啊 就有點糗 另外呢 這個季辛吉他就特別說 把烏克蘭納入北約的話 對美國不是很明智的決議啦 大使先問你一下 你怎麼看 就是說這個北約 不可能讓他加入嘛 然後美國現在不斷的給他武器嘛 像是呢 布林肯還說 烏克蘭能夠使用美國武器呢 來奪回他的領土 那不就是叫他去打去打 但是跟我們北約沒關係 對啊 烏克蘭絕對不可能加入北約的 加入北約的話 那第五條話 那個你就變成 北約一定要參戰啦 北約 而且那個斯登伯格也講啦 北約要接受新會員 你必須要淨聲入戶啊 對不對 你想要到宮裡面去 去世後皇上 你先要淨聲啊 淨聲就是什麼呢 淨聲就是你不能有麻煩 有祭遊的問題 你不能有祭遊 你一點麻煩都沒有 你現在還在打仗 怎麼可能呢 對不對 你這個就是說 有打仗怎麼可能進到北約嘛 這個我覺得是等於說 是一聲延遲就拒絕了 可是戰略上來講的話 現在絕對不可能把烏克蘭 去把這個所有北約的會員國 一去拖到戰爭裡面 不太可能 開始就不讓他進了 怎麼會現在進 現在戰爭更可怕 那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也是哲倫斯基 基本上用真心來 再換一次絕情 然後這個真心換絕權以後 到最後他就要走自己路了 我認為會這樣 因為他也會看得出來 美國我認為什麼時候會 什麼時候會收手 我覺得他們在等待一次 歷史性的機遇 這歷史性的機遇是什麼 就是非美國 而不是美國 而是另外一個核子大國 俄羅斯 在二次大戰以後 首次在戰場中使用核子武器 這個在歷史上是 他可以一直一直咬著不放的一件事情 你看梅克爾他特別說 你真的要認真看這個普丁講的話 他說這不是軟弱的表現 而是政治智慧的表現 意思就是你不能怎樣一直衝啊 你要有政治的一個智慧啊 對 現在其實梅克爾 這個是普丁的好朋友嘛 他們這個相交相襲很多年了 一個講流利的俄語啊 一個講流利的德語啊 他們隨時可以用德語俄語相互交談啊 那可以探索到對方最內心的深處 這不是一般的 另外一方面啊 這個芬蘭的總統 也說了同樣的話 而且他斬丁截鐵說 你不要再逼普丁了 他到必要的時候一定會動用 當然不會做這種戰略性的核武啦 不會打那種啊 這種洲際彈道飛彈啦 他基本上就是低當量的戰術性核武 那現在美國可能就是希望 我認為就是希望普丁啊 用一次 用一次以後 這個整個對美國就極為有利 因為這個用核武啊 在人類歷史上還是一個 有一點大逆不到的感覺 那美國可是可以咬定 一直啊 用這件事啊 那可以用個幾十年 你千萬不要小看美國人啊 這種戰略的這種殘忍 這種沒有人性的戰略殘忍 為了達到他的戰略利益 那是非常殘忍 殘暴了 不會 只要犧牲的 不是他自己人民的性命 即使是犧牲他的軍人 他都會達到這個 殘忍的戰略目標的 那現在就變成就是說 誰能夠叫這個 哲倫斯基打還是不打 只有美國 那哲倫斯基今天在那邊 你看他已經 現在全世界最孤獨的一個人了 他怎麼樣 他今天沒有外界的支持 他一個禮拜都撐不下去 對 一個禮拜都撐不下去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相當腐敗 相當 相當 怎麼講呢 相當貪婪的一群人 這個政府裡面本來就這些人 投機的 貪婪的 有自己目標的這一群人 那就是完全靠西方國家 打的這個強心針 還有插的管 還有那個什麼 一大堆高效抗生素 在維持它的運作 要不然只要那個 只要那個呼吸器把它一關 那個拔管把它拔掉 高效抗生素停止使用 它馬上就躺在地上不能動了 你知道 所以現在美國還在繼續 叫它繼續 能夠怎麼樣 插滿的管還是怎麼樣 還是可以在上海上維持一斗 為什麼呢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 逼著俄羅斯出手 那逼 等什麼時候呢 等俄羅斯出手以後 那烏克蘭你叫它再打 它也不打了 那不過現在問題就變成 這個變數 我覺得回過頭來 變成哲倫斯基了 你是打還不打 美國要你打 你不打的話 德尊斯基會遭遇到什麼下場 所以我覺得 這都是靜觀其變 那對這個 其實這兩天在 在這個頓巴斯地區 事實上打得非常激烈 最近幾天打得非常激烈 那麼這個 而且是烏軍有進展 烏軍有進展 在這個頓內刺客 那個部分 那幾個戰略要地 烏軍有極大的進展 那對於俄羅斯來講的話 現在整個的這個四個邦 進入俄羅斯領土的憲法 這個修正案還沒有完成 所以法律存協還沒有完成 那麼前天那個普丁的講話 基本上是他同意 這四個國家的公投結果 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俄羅斯同意 你想加入俄羅斯也要說 好 我同意 那個是一個同意的儀式 對 同意的儀式 那麼最後還有一個 就是俄羅斯聯邦議會的 一個修憲的過程 修憲完整以後 那個四個邦就變成 俄羅斯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 就會真正進入到一個危險期 那如果烏克蘭折倫斯基 繼續受到拜登 六道軍令叫他繼續往前攻的時候 那他也照做的話 那麼就等著這個 這個低當量的 戰術性的核武 不曉得會在哪裡被使用 對啊 那你看 那烏克蘭就是又被打了一個 所謂的代理人戰爭 因為這個布林肯就說 你就可以用我們使用的武器 奪回其領土 然後來看到 還有包括了他的所謂的 租借法案一號也生效了 烏克蘭可能又會拿到 更多高決量武器 拿這些武器幹嘛 當然就是要反攻 所以澤倫斯基他會說 一週內要反攻 那美國給了11億的軍援 18套的海馬士等等的 那同樣呢 美國做了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你不能加入北約 然後不斷給武器 然後美國的駐俄羅斯大使館說 美國人你趕快走啊 不要在這邊 好危險 但是美國現在有反彈聲音 那個 憲姐你怎麼看 譬如說來看到 拜登他自己就說 這個北溪事件 這個洩漏 這個是非常的嚴重 他還說願意帶頭組隊 要促成俄烏的和談 美國昆西研究所說 美國人 百分之五十七說 希望能夠採取外交談判 解決俄烏的戰爭 那這不是跟中國大陸 勸和促談有點像嗎 然後還說 來看到了 這個昆西研究所副所長就說 華盛頓你忽略了外交努力 他們對外交戰略 真的表現太少了 然後百分之四十八 民意是反對 美國繼續去援助烏克蘭的 Quincy Institute它是一個 比較主張和平的智庫 所以說我們讀的時候 也可以看出來 他們真的很認為 美國如果在外交跟軍事 這個套路上面 從頭開始就是軍事軍事軍事 並且一直是在讓他的盟友 跟他自己都在支持烏克蘭的戰爭努力 在外交折衷上面 甚至一直對於中國大陸的呼籲 採取衝而不聞的態度 甚至有的時候還要壓迫中國大陸 要去一起去壓迫俄國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的極力的 非常鷹派的一個國家就是美國 包括他歐洲的這些盟友 不管是NATO 或者是在臨近的這些國家 也是因為有一個非常鷹派的 美國的主張 所以他們看起來底氣也很強 譬如說波蘭 譬如說這個在北邊的芬蘭 都看起來底氣非常的強 好像他們也預備可以跟俄國開戰一樣 那麼在烏克蘭的戰爭沒有完全結束之前 其他的國家很多都會採取一個 要自保的一種態勢 但是有一些國家 包括我剛剛講的波蘭 就衝到前面去 好像要做北約的馬前卒 當然這樣做 他有很多歐洲很複雜的歷史也淵源 我相信賴老師待會有機會可以講 因為歐洲這些國家像波蘭 它就是被瓜分過的 然後甚至在二次世界大戰中間 它整個東邊的國土 是來自於烏克蘭的 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我們在劃分各個國家 尤其是以民族國家為核心 來劃分這些國家的領土的時候 重新寫了一個歐洲地圖 所以我們今天看歐洲 好像覺得烏克蘭是烏克蘭 俄國是俄國 波蘭是波蘭 立陶宛是立陶宛 可是不要忘了這些國家 在過去是犬牙交錯的 那些犬牙交錯的歷史 在我們很不熟悉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誤判中間的民族情感 也會誤判中間的歷史淵源 就好像美國人看台灣 他很容易誤判 日本統治的這段時間 還有從清朝明朝以前的 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侵略 他們很容易誤判 所以他們也很容易在此時此刻 就聽到民進黨所主張的 那個台獨主張 希望他們能夠來支持所謂的 在台灣的公投制限入聯 那麼他們真的很容易去誤判 這些歷史淵源 所以我覺得我們討論歐洲 我們不要去犯同樣的錯誤 但是我也想說 美國絕對不是中間的天使 他一邊是在攻擊各種的武器 他整個軍工產業獲得了新的訂單 因為過去的Stockpile 就是他的存糧存物都已經用完了 同時我特別找了一個數字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常常說 我記得外面亮哥 也是說美國賺得滿波滿盆 我拿最新的數字 就是上個禮拜底的數字 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段時間 美國的天然氣 它的價格 它是在每百萬英 英熱單位 它的價格是很低很低的 在美國還是7塊錢多 它賣給歐洲的大部分 在荷蘭的TTF是58塊多 經過英國的是34塊多 賣給日韓的是39塊多 比例來說 在美國的價錢 跟它到荷蘭的價錢 荷蘭的價錢是它的8倍 所以你看你歐洲 你買的天然氣是如此的昂貴 那也從這個表上 你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他們覺得 44塊可以 因為44塊還是美國 還是比較便宜 有利潤的一個數字 因為美國本身是7塊 所以7塊到44塊 中間的差額還是很大 同時你也可以看到 在這一段時間 下面這張表 就是美國對於這每個區域 它的出口 最重要的是在這個地方 在上面這裡 就是說它對全世界的天然氣的出口 57%是去歐洲 所以它用很貴的價錢 大量的出口到歐洲 其他的就是說 譬如說東亞 南亞 中美 中東 都是在底下這幾個縣 最大的縣這樣一下跳起來的 就是到歐洲的縣 所以在美國的整個的算盤裡面 不但是軍事 軍事上面剛才講了 它因為藉著北約 可以去掌控歐洲的歐盟 甚至比歐盟更為有實力 那經濟上面 它的液化天然氣 在大量的輸往歐洲的過程中間 還有巨大的利差 跟它在美國的利差 是相差非常的遠 那麼另外 在這一段過程中間 它在全世界可以藉著烏克蘭 去對俄國所做的這些攻擊也好 或者是制約也好 都是他多年以來都沒有做的 所以拜登似乎是在歐洲 運用了烏克蘭去對付俄國 在亞洲我們希望他不要用台灣 去對付中國大陸 倩姐說希望不要 但看起來好像已經在做了嘛 賴老師您怎麼看 因為剛剛倩姐特別提供那個數字 就是說去歐洲大賺特賺 為什麼呢 也是因為有這個能源危機嘛 所以才會被講說 這個北溪被炸到底誰獲利呢 美國不管怎麼樣 它的LNG一定又賣更好了啦 不知道是不是他做 但不管怎樣 他一定賺更多 因為來看北溪一號 現在有一些相關的洩漏 二號也有了 那被說有四個地方 有一些這個洩漏的地方被炸了 大陸的這個駐聯合國的副代表耿爽 他就說這是非常痛心的巨大災難 很可能就是蓄意破壞造成的 他譴責這樣的蓄意破壞 另外呢 這會不會變成西方啊 這個所謂的輿論戰啊 美歐會不會變成決裂點呢 如果真的 真的查出來跟美國有相關的話 像剛剛亮哥說了 他就說是英國 那英國到底背後是誰呢 因為普丁就說是 是恩格爾薩克遜人做的啦 你破壞了北溪天然氣的管道啦 然後布林肯就反擊說 這很荒謬 很粗暴 你怎麼會指控我呢 但是他卻說了這一個 這是一個好機會啊 因為被炸之後 就是歐洲擺脫對俄羅斯 能源依賴的巨大機遇 意思賴老師他很開心啊 這個被炸了他很開心嘛 老師你怎麼看 美國當然很開心 北溪一號線二號線被炸 就美國的利益來說 因為美國原來就是最反對 北溪二號線的興建 第二個美國一看到 接近要完成最後一里路的時候 他是用技術 行政 經濟的干擾 然後他制裁 揚眼要制裁瑞士 說如果你繼續幫俄羅斯 把最後的這一里路鋪完 我就要制裁你的公司 所以造成瑞士違約 瑞士不敢執行 那麼最後是由俄國來執行 剩下的那一段 那由於俄國的技術比較落後 比較差 設備也比較不完整 所以等到俄國把這些鋪線管道的 這些設備都趕上去的時候 已經又多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了 那這個北溪二號線 事實上是沒有供氣 它是有試運轉 但是沒有供氣 所以目前天然氣內的這一些 是原來留在這個管道內的 那現在爆炸完了以後 水注入了以後 現在已經停止在外洩了 但是北溪二號線原來沒有供應 可是它也再也不能供應 至少要好幾個月 甚至到半年 嚴重的是一號線 因為它同時也障一號線 這個一號線原本有供應 只是說因為在這段時間 俄羅斯單方的主動的把它關起來 那它以理由是說我故障 我要維修 但事實上是俄國要給歐洲施加壓力 但是俄國可以打開 那管線就上去了 對於歐洲來說 他們只要解除對俄羅斯的 這個制裁 這個能源就送進來了 也可以緩解歐洲 對冬天時間 對能源需求的壓力 那現在一號二號都炸了 很明顯的 歐洲除了從烏克蘭的這條管線 所以烏克蘭的這條管線就保障住了 因為本來如果一號線 二號線 北溪一號 二號 通了以後俄國是打算 要把烏克蘭的這個管線 至少要關在一部分 那現在是不可能關了 不可能關的情形下的話 那當然對美國人來講 是符合美國人的最大力 美國布林肯當然喜喜一色 那剛剛我覺得雷先給我們一個 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個統計 一個經濟的事實 就是歐洲由於制裁俄羅斯 所以它的能源需求的 都是一化天然氣比較多 北歐能夠供給的很有限 這個時候美國就拼命的盜賣了 整個產品往歐洲賣 那剛剛雷先給大家看了 它的數字有多麼的高 57都在歐洲 而且價格這麼的高 8倍 對 那它事實上 它也帶動美國自己 天然氣價格的上漲 因為大量往那邊輸送以後 就拉上來了 所以美國也有壓力 可是美國也有壓力 但是它的壓力還是可承受 但是歐洲卻呈現 很難承受的壓力 而由於俄國不能夠 往這個歐洲賣 俄國往亞洲的輸送 但是它輸送還是有限 因為它的現有的管線 例如說往中國的管線 就是200多億立方米 那它要蓋的西伯利亞 2號 500億立方米 那也要到明年才開始啟動 還來不及 所以還來不及 但是俄國由於在歐洲被制裁 它往亞洲賣的時候 價格是往下降的 所以對中國大陸超買的 50%以上 印度超買的4倍以上 但是在這個超買中 因為價格下降 我們看到亞洲國家的 天然氣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但是俄國賺的也比它 沒有那麼多 而美國在這一次的戰爭中 賺得最多 再加上這次北溪2號線 1號線 故障要幾個月 要冬天以後才能修復完成 那你想對美國的 液化天然氣廠商來講 它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利率 我們已經無法理解 美國的天然氣廠商 他們會賺多少錢 我們已經無法計算了 因為當歐洲缺能源 缺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只有用非常高的一家選像 美國或是像北歐那邊來購買 那要不你就往中國大陸 跟印度來購買 那就變成中國大陸要如何 從俄羅斯再多買這個天然氣 然後把它壓縮成為液化天然氣 再賣到歐洲去 不然的話 歐洲怎麼度過這個難關 對啊 現在才會講說 這一個北溪被炸的時候 到底誰可能會獲利呢 美國是絕對有獲利的 剛剛老師講了 烏克蘭的那條管線 它也是獲利的 但是沒有想到說 連中國大陸也有獲利的可能嗎 因為來看到包括了 它也可以轉賣這個天然氣 給歐洲 美國賺那麼多 然後還有包括了很多的產業 也慢慢要移到中國大陸去了 因為中國大陸的能源沒有這個問題 還有來看到 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到底是誰幹這件事情 持續在延燒當中 芬蘭這邊就說只有國家級才有這個辦法 那當然他有點名是俄羅斯 但是俄羅斯只要斷工就好了 幹嘛把他炸掉呢 因為他現在也是有那個什麼 要檢修嘛 要就把這個斷工就好了 為什麼要把他炸掉呢 那俄羅斯的這個新聞秘書佩斯克夫就說 所謂俄國破壞北溪管道 就是可預見的愚蠢的推斷 然後呢他的發言人扎哈羅娃就說 你北約自己在七月的時候 在北溪這個發生的地方進行演習 另外呢來看到是川普呢 其實最近有發了一個文章 說這個是二月的視頻 拜登你說啊 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話 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就不復存在了 我們要終結他 還說我向你保證 我們美國就是能做到這一點 另外呢Fast News的主持人還說 拜登政府會不會有可能涉嫌 破壞了北溪管道的天然氣呢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當然就這一位 他是說出心裡話嗎 波蘭的前外長就說 謝謝你美國 Thank you USA他刪文了 然後隔天他說 很高興北溪癱瘓的沒錯啦 這對波蘭是有好處的 希望丹麥的調查 能夠找到肇事者 我自然會對誰有動機 有能力這麼做 我會做出我自己的可行的假設 那所以他的假設就是 Thank you USA 另外呢這個 加哈羅瓦他有意思 北溪事件就位在你美國情報所控制的去 意思就是我俄羅斯 可以去你美國這個地方嗎 我去的話不就是被你抓到了嗎 那你就會有證據啦 所以你拜登有義務要回答 到底有沒有參與嗎 然後普萊斯又開始說 你這個說我真的很荒謬啦 那拜登自己被問的時候呢 一開始的時候閃閃躲躲的 還躲開了 然後隔了一天就說 這是蓄意破壞的啦 我們等有機會再去調查等等 來這個北溪到底誰炸的 持續引發討論 兩個 這個本來就是北約的情報 芬蘭根本沒有發言權 因為發生的地點是在波蘭跟瑞典 還有丹麥的沿海 芬蘭怎麼會知道 所以真正的是這三個國家 有沒有人搶先在講 那當然最搶先講的就是波蘭 然後芬蘭跟瑞典去聯合國提案 那也只能夠說到 是明顯的是蓄意破壞 就只講到這裡而已 這種案子不會有結果 通常一定要有圈內人爆料 不過令你意外的就是 這個北溪1號2號海底 竟然連一個偵測器都沒有 所以你沒有看到任何照片 就找不到正確 連爆炸的照片都沒有 對不對 你是看到媽媽冒出來的照片 對不對 事實上9月3號到27號 美國的兩棲攻擊艦 USS-QSARGE 他就在這裡在做演習 波羅的海的演習 那個是美國海軍的遠征分隊 那連續一直到9月27號 就整個9月都在這裡演習 那距離北溪1號只有30公里 距離北溪2號只有50公里 所以如果俄羅斯去的話 應該會看到 他一定會發現 所以我不是跟你講說 那個26號27號上空 還有美國的海鷹直升機 他怎麼會不知道海底下 有什麼樣的爆破活動 而且俄羅斯來他絕對知道 不可能不知道 這裡是北約的核心地帶 他已經很深入了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北約內部人幹的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確知 是誰幹的 就是這樣 因為賴老師是學軍事的 這個真的要有相當的軍方的 那個 因為那個TNT炸藥 相當500公斤以上 沒錯 那個一定是有一個 某些機器去裝置 而且它射了四個爆炸點 是很精準的爆炸點 那個很明顯就是裝置才爆炸的 而不是射魚雷隨便打 或者是從船上 隨便拋置個炸彈下去 不是 它是精準設定 所以才會產生那麼大的災害 就是修復 我現在看到的出復報告 是說至少要半年 那半年就是這個冬天就沒了 對啊 那簡單講就是釜底抽薪 讓德國或者是歐洲 歐盟 要回去跟俄羅斯談人員合作 連籌碼都沒有 俄羅斯變沒籌碼 對 俄羅斯變成沒有籌碼 那怎麼俄羅斯會做這種事 因為我跟你講 北溪1號是550億立方米 那是很大的一個供應 波蘭的那一條從挪威來的 事實上只有100億 只有它的20% 所以即使波蘭能夠立刻接過來 那也只能夠保護波蘭自己 免於人員危機 他也沒有辦法去救歐盟 當然美國有可能賺這個錢 比如說LONG再買多一點 還有另外 就是歐洲人自己要痛病思痛 就核能電廠再開吧 是 核能電廠再啟用吧 不然就學波蘭 因為俄羅斯跟德國合作 他就是要徹底把你切斷 那當然也不要為英國了 所以這些國家都是 可能的涉嫌人 沒錯 而且都是北約的成員 那我覺得美國還有 另外的小心思 就是要讓德國要恢復完整的主權 或者是要在經濟上 跟俄羅斯 中國的這樣的一個 結盟的結構 要徹底把它摧毀 我覺得美國有這個大心思 事實上現在已經網路上 有一些文件在流傳 就是說 美國事實上是要削弱 德國的經濟 然後讓歐洲必須要重新依賴美國 事實上現在已經看到了 一種結果了 就是 這次可能獲利最大的 我說這個北溪爆炸 獲利最大的可能是美國跟中國 因為能源漲價太嚴重 所以歐洲有很多企業 轉去中國大陸 那最可能外移的 就是到中國大陸跟去美國 事實上華爾街日報已經登出來說 有一些企業已經跑去美國了 跑去中國的大部分都是大企業 因為它需要的電力的穩定供應 那個前提更大 而且有一些還需要上游的石化能源 石化原料 所以 我說這個就是很悲慘 就是歐盟再一次下墜 就是歐盟再一次減損它整體的國力 因為我看了一個數字 這個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歐盟事實上在剛成立的時候 它佔全世界的GDP是20% 那現在只剩下10% 我認為在經過這個折騰 它等於是人員要重新結構 它搞不好只剩下8% 對 它的全世界佔比就越來越弱 而且內部的紛亂越來越嚴重 利益的不一致 這會不會導致歐盟跟美國 嫌隙更大了 有一些國家 可是你有沒有能力站起來 你主要國家就是德國 那目前已經傳出一個消息了 就是馬克宏不是11月要去中國嗎 那肖茲現在說他暫緩 所以你就看他能不能站起來 那這個考驗他的膽識 對啊 現在歐盟多慘 那個GDP之外 包括了這個歐元也很慘 英胖也很慘 英國當然是自己有這個債務的問題 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員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有些歐元 多許 跟我想要解釋 壓得